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的是《茶出中国》这个展厅 进门呢先别着急往里走啊 就是在正对面的这个柜子里 就是画重点的展品了 我们先来看这几根茶树根 这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茶树根 是已知的最早的人工种植的茶树根 旁边的几件展品上面附着的这个茶叶片片啊 向人们展示着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 人们种茶和饮茶的历史 这个展厅往里面走啊 还展示着乾隆也喜欢的雨乾隆景 五清工厂 普洱茶团等等 那看完了茶呢 咱们是不是要看一看茶具呀 我个人其实偏爱宋代的茶具 这个展厅呢有不少关于宋代的茶具 宋人豆茶的画面 咱们在电视剧里面都看到过对吧 很讲究他们用的那些器物呢 在展厅里一套一套的都有展出 如果你是对茶具感兴趣 那么这个展览您肯定要来 除了我国的茶具之外呢 在《茶路万里》这个单元 你还能看到来自日本 俄罗斯 欧洲等地的茶具 展厅里还原了一套日本茶道所用的器物 还有从初光美术馆借来的茶香 还有英国来的银制地的茶具 当然了还有这个特别有意思哈 这个呢是法国产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它上面写的是中文的寿字 据考证呢这是某位清代的可能是官员哈 从法国买来送给慈禧的 给慈禧70岁的生日祝寿所用的 哎呀有心了哈 展厅里还摆放着俄罗斯的茶具 这个老远就能看出来哈 论茶具的个头就是俄罗斯那味了哈 这个展览展出的茶具宝贝 远远不止我刚刚说的这些哈 这些来自世界多地的茶具呢 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茶出自中国传向世界各地 各地因为文化不同 而制作出了不同美感的茶具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这也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中和的特质 当然如果你没看够啊 也可以来看一看乾隆爷收藏的 这个粉红色的奶茶壶 也可以对比一下古人和奶茶 和我们现代所喝的那个奶茶 有何不同 好 炳灵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